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传统的跟现代的去做结合 让学生去找到更不一样的艺术表现 因为早期是口传嘛 所以它没有文字上的叙述 所以我们期望它国小的老师全力合作 把这些神话故事聚集在一起 然后我们又把它写成书面 然后借由这些神话故事呢 我们就可以带着孩子们在一学期里面 帮助他们去怎么去创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